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 大自然是一片心爱的土地 一片亲爱的天空 一笔宝贵的财产 这是淡水从巨石中喷涌而出 它是挂在果园里的美味水果 它是流动的肥沃平原 自然是美丽的 给身体带来健康的信心 头脑里充满了信息和知识 这就是为什么诗人 在他的诗中吟唱他 而作家在他的作品里歌颂他 直到成为我们的所有不朽东西 大自然是一个谜 它是地球上一幅美丽的画卷 它对所有的秘密都有注解 另一方面 它本身就是一个秘密 它包含了所有珍贵美丽和尊贵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自然是我们存在的原因 它包含了我们的生活和所有生物的 基本生活的基础和需求 因此我们必须像保护自己一样 保护他 应该把他当做孩子来照顾 当做朋友来救助 如果我们仔细思考 我们会发现没有自然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例如树木对我们的生活有巨大的影响 它让我们感到舒适平静和归属感 它进化了我们呼吸的空隙 同时它是野生动物 鸟类和昆虫的天然避难所 同时里面的水也必须保护 它的问题不仅在于它的稀缺性 还在于它的污染 新出现的污染来自于工业家庭和农业的使用 最后它最终进入地表和地下的引入水 以及河流和海洋 它为人类植物动物和水上生物 这一切让我们思考并相信 所有生物都不可能在不受保护自然的情况下继续生存 如果大自然要是给予 它就会慷慨地给予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污染它 我们不折磨它 以便给我们越来越多 我认为人们应该保护自己的环境和自然 作为连续性的保护者